香港雨伞运动已经进入第九天 在港府镇压拖延的情况之下 抗争始终坚持着和平、有序 包括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日本等国都已经表示关切 有德国媒体评论员直言 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已经取得成就 将垃圾进行分类 在香港参与雨伞运动的学生自发整理环境 以遇到激烈的冲突就高举双手 并呼吁冷静、维持秩序 德国之声评论员认为 香港的雨伞运动、和平、礼貌、有效组织 香港的抗疫群众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他们向世界展示 香港不会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 9月28号 港府使用催泪弹驱离抗疫群众 其后还传出港府可能使用橡胶子弹镇压 以及政府利用黑社会和港警假扮 支持民主的抗疫群众和反战中原市制造混乱 经济学人写道 确保国家稳定的唯一方式 就是让民众对政府满意 而在中国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正在增加 美国时代杂志以全球对香港学生的支持为标 写道 全球名人包括演员明雅法罗和乔治武警 都态度明确地在媒体上呼吁支持抗疫群众 同时全球领导人和官员包括德国总理梅克尔也扎重力度 呼吁北京确保民主自由和结束动荡 虽然当前中共政府极力在中国内部封锁雨伞运动消息 并渗透港媒等境外媒体对雨伞运动群众进行抹黑报道 但国际媒体前往香港前线即时报道真实情况 香港群众争取民主的和平与理性世界都在关注 新唐尔亥电视张其林中理报道 至全都为共工人在石火投局观看 逻电视镑上放不足 cycles地点ei